哎呀 刷我衣服了 你这个人真坏 男人不小心用烟头 把女孩的衣服探了个洞 巡逻员走过来 看来看女孩的衣服 当即要罚款男人20元 男人不差钱 大手一挥交了钱 随后当着面 往地上吐了口痰 结果巡逻员指着牌子 随地吐痰 罚款一元 接着他又掏出了一张五元 可巡逻员并没有零钱找 没想到他竟然 不用找了 滑稽的场面 惹得所有人哈哈大笑 只有你有独自人群力 巴姆德从来不认识他 男有铁头的行为态度 让山雀儿觉得非常丢脸 他劝铁头多读点书 提升一下素质 可对方却不以为然 认为读书根本没有用 现在的农孙只认钱 他和山雀儿都是从农村出来的 可如今两样的思想就截然相反 山雀儿想不明白 自己曾经爱得死去活来的男人 现在就变得如此俗气 农村姑娘山雀儿 天真烂漫 纯真无邪 他和同村的铁匠铁头 是青梅